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练歌里 他饰演的是活泼又明亮 很有正义感的郑怀珍 父亲去世之后 尽管生活非常拮据 可是脸上却从不是笑容 剧中他与裴永俊的恋情赚足了很多人的眼泪 天国的阶梯更是极恶毒的继母和继姐妹 诗意 四角恋 不治之症在内的韩剧所有狗血悲情为一体 创造了收视记录 《我见柔联》的韩金书也成为崔智友的代表角色之一 初代韩流里肯定有崔智友的一席之地 虽然近几年崔智友曾经被传出整容的消息 但不妨碍他成为很多男生心中的女神 其中 吴世勋就是他的粉丝 而且崔智友还很有投资 他光是位于清潭栋的建筑和位于一三栋的建筑 出租费用达数千万韩元 所持房产共计50亿韩元 现在市值还在上涨 除了事业外 他的恋情也是韩媒和粉丝关注的重点 崔智友出道多年 与许多男性都传出了绯闻 但他公开承认过的男友只有李真玉 两人交往五年多后因多种原因分手 分手后 崔智友的感情成迷 2018年3月 崔智友突然宣布结婚 但是对老公的身份他守口如瓶 他经纪公司宣称南方比崔智友小9岁 两人交往约一年 直到7月份时 韩媒才爆料崔智友的老公是APP软件的公司老板 但韩媒同时爆出 崔智友老公是1984年出生 两人至少相恋三年以上 并非如他经纪公司宣称 两人交往约一年 南方还在三年前改过名字 公司也有崔智友出资相助 没想到很快 日媒又爆出更惊人的消息 东京体育报称崔智友的老公 以前真正的工作是牛郎 只是为了不受争议 崔智友才出资给男友换了身份 东京体育报还引用韩国时尚圈人士说法 其实崔智友的老公曾当过牛郎 而且是在首尔江南区超有名的红牌 传门崔智友对他一见钟情相当迷恋 没想到会到结婚的地步 业界的人大多都知道这件事 日媒报道 因韩国社会很重视家世 学历 如果出身不好或者两个人地位悬殊 会受到许多争议 该爆料人士也说 所以崔智友为了隐藏情郎的来历 帮他成立公司 让他当社长 花了不少钱呢 消息出来后 迅速引起网友日益 但是崔智友并没有回应此事 而是低调拍戏 2019年年底时 他宣布了自己怀孕一事 宣布怀孕后 他还客串了爱的颇奖 在剧中 他饰演的就是崔智友本人 因为那个喜欢看韩剧的金珠墨 看天国的阶梯时喜欢崔智友 所以女主就完成他的心愿 安排他粉丝见面 今年5月初时 崔智友曾晒出大度照及信件 鼓励高龄产妇 现在他顺利生下一女 恭喜呀 不同于其他艺人结婚生子的经历 崔智友的婚讯和怀孕的消息 都来得相当突然 从2018年3月份宣布结婚开始 到2019年12月份公开怀孕消息 再到如今步入宝麻行列 崔智友的每一次公布 都让人挫不及防 有动灵女神之冲的崔智友 即便已经步入40岁的大官 也依然不见老胎 皮肤光滑 精神状态饱满 即便是怀孕期间 也丝毫没有水肿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幸福美满 但崔智友演艺事业的走红 却靠着对悲情剧的演绎 曾经让一众观众哭瞎双眼的他 至今还有悲剧女王的称号 崔智友演员之路的开端 走得并不顺利 1994年 19岁的崔智友 参加了NBC第23期偶像公开照片 并赢得了担任电影 《Gchamble》的女主角的集会 本以为抓住机遇的崔智友 却遭遇导演临时幻觉 不得不半途离开 这次的拍戏经历 虽然没有给崔智友出镜的集会 但也成功让他踏入了演艺圈 而前期的不走运 为崔智友后面的发展积累了运气 1995年 崔智友再次参加选拔大赛 并成功胜出 1998年 出道仅四年的崔智友 就接到了让他走红的电视剧《初恋》 剧中 崔智友首次与佩永俊合作 虽然在剧中并非主角 但崔智友的表现却引来观众的主意 初恋的热度很高 美极收视率均为第一 电视剧的走红让崔智友小有名气 2001年 崔智友携手李炳献出演电视剧《美丽的日子》 在剧中 崔智友饰演的金秀莲一直为情所困 在爱情与友情之间挣扎了他 直到最后神患绝症 才正是自己的内心 在韩式狗血剧情盛行的时期 崔智友柔弱清纯的荧幕形象 相当符合悲情女主的人选 这部剧也顺利打开了崔智友悲剧女王的戏录 2002年 崔智友与裴永俊合作的电视剧《冬日练歌》 剧情依然是急车祸 身亡 失忆 以及好朋友爱上同一个女人 于一身的悲情剧 在剧中 裴永俊与崔智友在雪中拥抱的画面 一度成为经典 而这部也成为很多人青春的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 《美丽的日子》和《冬日练歌》 这两部均由崔智友主演的电视剧 还曾让李炳线和裴永俊成为竞争对手 2004年 在某媒体发起的投票中 李炳线凭借《美丽的日子》 成功搬到当时红头半边天的裴永俊 成为韩剧天王 而当届评选出的韩剧女王 自然是崔智友 随着接连拿奖 悲情剧成了崔智友的主要戏录 2006年 崔智友携手赵汉扇出演爱情电影《连里之》 影片中 崔智友扮演的 会员是一位身患中病 即将离世的女孩 而赵汉扮演的明秀 在追求会员的过程中 也确诊了脑癌晚期 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崔智友这部凄惨的电视剧 让他被封为《泪眼女王》 而崔智友与全项羽 金泰西主演的电视剧《天国的阶梯》 更是悲情韩剧的代表作 崔智友扮演的韩晋书 在经历车祸、失忆、失恋 无家可归等一系列悲剧后 好不容易帮倒了金泰西 饰演的狠心女儿韩友力 迎来与男主中成眷属的时刻 却迎兵而死 《天国的阶梯》影响相当大 被虐过的观众至今都难以忘怀 凭借这部剧 崔智友顺利晋级 悲剧女王 虽然崔智友之后也尝试过不同戏路 2014年 他与全项羽第二次搭档 出演了一位思路清晰 非常手段的女强人 但如今一提到崔智友 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 还是含金树这个角色 在修复老照片流行的时期 对《天英国的阶梯》 念念不忘的网友 还曾修复过全项羽 和崔智友的结婚剧照 要么是为情所困的无知笑女 要么是惨遭陷害的善良女主 崔智友留给观众的荧幕形象 逃不脱苦情剧的走向 但现实生活中 崔智友拿的剧本却相当洒脱 身为男神收割机 崔智友在与李炳仙合作时 曾传出绯闻 而崔智友既没有急于澄清 也没有闭口不谈 反而非常的大方表示 自己对李炳仙的欣赏 而在传出婚信之前 崔智友曾经与宋承宪 李真旭有过两段恋情 而每段恋情的时间跨度都比较长 崔智友与宋承宪是 圈内情侣纷纷和和的典型代表 从1996年一期生情 到2001年彻底分手 两人经历过分手和复合 相互纠缠五年之久 而看似有些偶像剧情的爱情故事 并没有朝着你死我活的方向发展 分开后 崔智友和宋承宪依然以好朋友的身份 友好相处 而崔智友和李真旭的感情 也从2007年跨度到2012年 同样是因其生情 崔智友和李真旭相恋后 并没有对外公开 反而是以地下恋的方式交往 直到2009年才松口承认 2012年因为聚少离多 崔智友和李真旭宣布分手 从双方竞技公司的声明来看 两人同样是和平分手 好聚好散 而除了在感情中拿得起放的下 崔智友在面对高龄产妇这一身份时 毫不避讳的心态 也再次证明他并非韩剧中的软弱女主 怀孕期间 崔智友手写了一封鼓励信 以自己为例 给同样是高龄产妇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 获得悲剧女王称号的崔智友 崔在生活中过得格外清醒 生活中他没有偶像剧中女主角的悠悠寡断 与前人友好相处 对高龄孕妇毫不避讳 在娱乐圈中活出了自己的姿态 在影视作品中长惊苦头的他 终于在生活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甜 给同样是高龄产妇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 获得悲剧女王称号的崔智友 崔在生活中过得格外清醒 生活中他没有偶像剧中女主角的悠悠寡断 与前人友好相处 对高龄孕妇毫不避讳 在娱乐圈中活出了自己的姿态 在影视作品中长惊苦头的他 终于在生活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甜